心灵回收站 爱的港湾 然后低头回复 再常去那家咖啡店见面吧 下午的咖啡店没有什么人 方中还没到咖啡已经凉了 我也不着急 手指有一搭霉一搭地敲着紫杯 门开了 方中有些鬼祟地钻了进来 小心翼翼地四处望望 目光转向我这里的时候 脸上紧张的神情松弛了一下 却又皱起了眉头 这里不好 咱们还是换老位置吧 老位置指的是咖啡店正中的卡座 每次我们在这里见面 方中必坐在这里 大概是有些怪癖吧 我也不计较 起身和他换了位置 方中吻了吻心神 说那些人又恐吓他了 声称饶不了他 现在本地怕是待不住了 婉婷 抱歉 我们可能最近见不了面了 方中最后说 他看看表 我必须连夜离开这 我低着头 没有说话 婉婷你等我 等我把事情都处理好了 就来找你 方中握住我的手 很是真挚 你走了 我怎么办 终于 我看着他说了一句话 方中重重叹了口气 我也是想赶紧多挣钱 然后和你 他的神色很懊恼 然后又说 对了婉婷 你最好也出去躲躲 那些人回头 要是再找你就麻烦了 我想想 那我和你一起走吗 风中赶紧摆手 我们最好分头行动 这样最安全 我有点点头 他起身抓外套 叮嘱了几句 随后离去 我回到家 开始收拾东西 这时万年不按时下班的老公 渣男进门了 我抬头看了看表 以为自己弄错了时间 渣男没有像以往那样进门 就嚷着要我干这干那 而是静止走进了主卧 看到地上的行李箱 还有满床的衣物 问 干什么呢 我面不改色地说 回娘家住几天 我娘家在外省 每年我都会回去几次 以这个为借口很自然 渣男似乎有点恼怒 你说回去就回去 那我怎么办 我吃笑了一声 你平时回过家几次 还需要我吗 渣男马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 我一个大男人 要挣钱养家的 能天天在家待着陪着你 你在家 必须尽好妻子的责任 我懒得理他 继续收拾 大概是我满不在乎的态度 彻底惹恼了他 渣男很有些暴躁 你是外面有人了吧 急着私奔呢 我转转眼珠笑了 向哪儿去了 真的是我妈想我了 不信你打电话问问 渣男跺跺脚 转身离开 我冷哼一声 继续收拾 第二天 我拉着行李 坐上了去西安市的火车 列车开动后 我给方中发了个微信 我出发了 你要多加小心 看到方中的回复后 我微微一笑 闭上眼睛 两个小时后 火车在一个大阵停靠 许多人走下去 活动活动筋骨 我却拉着行李下了车 随后 我直接出站 打车去了汽车站 买了张返回的大巴车票 踏上了归途 大巴走走停停 直到夜里快十点 才赶到了出发地 我下车四周旺旺 不由自嘲地笑笑 也是真折腾 随后我没有回家 而打车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这里是我读书的时候 爸妈给我买的小公寓 现在没有租客 正好住几天 五年前 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的婚姻会成了这个样子 外表光鲜亮丽 里面破碎不堪 我和渣男在大一社团 活动时候认识 从而猛声情愫 我的家境不错 渣男则是靠着助学贷款 熬过四年 周围人都觉得我们不合适 我的家人 则是更强烈的反对 用他们的话说 家庭权数太大 你这是扶贫婚姻 以后会后悔的 我对此嗤之以鼻 觉得他们把爱情和金钱 联系在一起 俗 真是太俗了 于是直到毕业 我还是坚定地和渣男在一起 父母奥不过我 又怕我吃苦 就给了我一笔钱 然而 我却继续给渣男输血 转手就资助他创业 这把渣男感动得眼泪汪汪 他紧紧攥着我的手 婉婷 相信我 一定会给你最好的生活 渣男运气还不错 在一批又一批的创业者 被拍死在沙滩上的时候 他却很幸运地把事业发展了起来 有了事业的底气 我们结了婚 起初的日子是甜蜜的 可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舒心 我们之间的感觉 渐渐不对了 渣男在家的日子越来越少 起初他应酬之类的 还会向我报备一下 之后无论回来多晚 他都不打招呼 用他的话说 应酬太多 天天跟老婆打电话请示 外面人会笑话的 我抱怨过 他开始还哄哄我 后来就不耐烦了 还说我变了 他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我那个气呀 这是男人有本事 就分脸的真实写照吗 于是我开始拒绝和他沟通 渐渐形同陌路 有一次在朋友聚会上 我认识了方中 他就不断地联系我 感情的表达也越来越大胆 什么觉得我是他注定 走一生的人呀 他愿意跟随在我身边 哪怕无名无分啊 我快被这老掉牙的情话酸死了 再加上毕竟已婚 我一直努力避开他 可方中的不达目的 是无罢休的尽头 却让我无法断然拒绝 因为这总让我想起了 当初的渣男 他那朴实而热烈的爱 渐渐地 我的拒绝越来越无力 加上长时间的内心空虚 我也需要与人倾诉 再一次和渣男的激烈争吵后 我和他打起了冷战 这时 风中恰如其分的关心 让我终于向他敞开了心扉 我经常和他聊天 会倾诉自己心中的苦闷和不快 和他在一起 我总觉得仿佛又回到了初恋的时光 整个人都能年轻起来 不过 我一直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底线 没有真正给渣男戴绿帽子 然而 毕竟我在感情上面出了鬼 于是我对渣男有着深深的愧疑 因此 我对他的行踪也放任自留 他无论回来再晚 甚至夜不归宿 我都不再过问 奇怪的是 渣男也挺满意这样的相处方式 我们之间居然和平了一段时间 这种和平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 有天上午我去超市采购 在过马路的时候 一辆红色的轿车忽然从转角处飞驰而来 丝毫也没有减速 我听到呼啸的风声 还有周围人的呼声 在我千军一发之际 我堪堪躲过 车子擦着我的身掠了过去 我目的冒了一身冷汗 跌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旁边有好心人把我扶了起来 我大致检查了一下自己 没有受伤 只是连衣裙被扯裂很大一块 没有心情再去超市了 我匆匆返回家中 回到家 洗了个澡 换了个衣服 才觉得心情略微放松了一些 我刚刚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缓了一口气 手机却响了 是方忠 他上来就问 我是否平安 我有点奇怪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 方忠的语气很是惊慌 说是我不小心得罪人了 他们刚才把那辆红车的视频发给了我 并说这只是给我的一点教训 之后发生在我身边奇怪的事越来越多 甚至有一次 我收到一个匿名包裹 打开来 里面居然是一把手枪 我吓了一跳 仔细看 只是把发令枪 这分明是恐吓 方忠知道后 惊慌得要命 说他们要出手了 我得出去躲躲 你最好也避一避 于是我狠听他的话 马上动身收拾 动身离开 只是我没有按计划去别的城市 而是中途拐了回来 藏在了一处 第二天 我去美容室换了个发型 乔装了一下 就来到老公渣男的公司附近 恰好是快到下班的时间 我紧紧地盯着写字楼的门口 过了一会儿 我看到渣男摟着一个穿着印花长裙的瘦高女子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大门 看到他们上了车 我没有立刻跟上他们 而是转身回到了藏身处 我打开电脑 点开一个软件进行调试 不一会儿 屏幕上就出现熟悉的场景 我的家 客厅 主卧 自卧 各站一个窗口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盯着屏幕 慢慢合 不一会儿 屏幕上客厅的门开了 渣男和那个女子 轻轻我我地走了进来 他们转上房门 就开始热烈拥吻 一边纠缠 一边往卧室去 很快就开始上演 甘传烈火 我嘴里划过一丝冷笑 重重把水杯 顿在了桌子上 我这边一出门 渣男就忍耐不住了 直接把野花 领到了家里 上野限制极了 真够恶心的 这些我为了提升 家庭安全系数 而安装的监控 却让我意外 发现了老公出轨的证据 前几个月 我回到娘家的时候 有天无聊 就打开监控软件 想看看渣男在干什么 却赫然发现 他带着一个女人 在家里鬼混 他平时回家太少 家里的变化 他大概根本就不留心 所以监控装了这么久 他居然都不知道 还堂而皇之地 把野花领进了家门 这次我外出离开 他果然再次忍不住 又把人领回家了 我冷笑之余 也为那个女人默哀 这个男人 别看人模狗样 是个公司老总 骨子里 还是个扣扣嗦嗦的 想偷吃 连房都舍不得开 接下来怎么办 证据有了 直接摊牌吗 我站起来抱着双臂 在屋里走了几圈 想了又想 估计后面还有戏 反正已经转乱暗处了 且等待事情发展 渣男下面的戏 还没有如愿上演 方忠倒是联系我了 他倾诉着在外 堵堵藏藏 是多么辛苦 以及对我的思念 最后暗示我 他在外不容易 没钱了 帮帮忙吧 我问你要多少 他说五万 我暗自笑笑 随口答应 然后翻出一张信用卡 提现五万 然后把现金打给了他 之后的几天 我该吃吃 该睡睡 该玩玩 偶尔欣赏一下 渣男和野花的丑态 顺便保存视频 我是不着急 渣男会主动找我的 果然没几天 渣男忽然联系上我 上来就问 把房产证和银行卡 带走干什么 我直接了当 没干什么 对你不放心 渣男气急败坏 还对我不放心 你明明外面有了野男人 给老子戴绿帽子 你还说回娘家 根本就是私奔了 离婚 马上离婚 我轻轻笑 你都想好了 那边渣男斩钉截铁 想好了 你赶紧回来 我们一了百了 两天后 我和渣男坐在家里的客厅 双双拢着脸 他叫嚣着我出轨 要求我主动进身出户 还拍出了我和方中见面的照片 我仔细看看 嗯 照片角度真不错 每一次见面都有拍摄 有时还特写 我脸上的痣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说 拍得挺轻啊 渣男得意 那是 什么你耍赖 怎么样 证据确凿 你别急 先看看这个 我不动声色地拿出手机 点开视频 把屏幕转向渣男 他一看 脸刷得白了 怎么样 刺激不刺激 我笑想 我那个可能就是和别人聊聊天而已 而你这个 可是真刀真枪哦 渣男抓过手机 就想撑视频 我翘着二郎腿 悠哉地告诉他 随便删 备份有的是 我还磕了好多光牌呢 你在家里装监控 渣男咬牙切齿 真卑鄙 彼此彼此 没有你故人勾引自己老婆制造证据来的阴险 我谈谈指甲 渣男脸色铁青 大概他根本想不到 我早就洞悉了一切 他什么目的都没达到 气冲冲地离开了 我没有拦他 他还会回来的 果然第二天 渣男又急匆匆回家 急急败坏地问 什么时候办了某某银行的信用卡 还提现了五万 我笑着回答 是我之前用你的身份证办的呀 钱也是我取的 渣男急了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冷笑 先问问你那个好情人 还有好好查查你那个好员工 方中的底细 渣男愣了好一会儿 忽然一脸恍然大悟 咄咄咄搅出去了 那个方中 自从他无缘无故地接近我 我就起了警觉 因为他无论是从打扮 外表 还是言谈举举 都像极了大学时候的渣男 而且他似乎很了解我 一举一动 都似乎在顺着我的心意来 我不认为 这世界上有这样的巧合 更何况 我们两个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 他总是挑那个中间 特别显眼的位置 并且不自然地左看看 又飘飘 仿佛是要故意 引起旁人的注意一样 他明知我是有家事的 按理说这样的情况下 双方都会选择低调 他这样实在太不过何常理 几次后 我特意注意了他瞄的方向 结果发现有一个女人 一闪而过 那个女人我认的 就是渣男的情人 刘洪 我在视频上多次见过她 这刘洪和方中有联系 我一调查 发现方中 居然是渣男公司 刚入职的新员工 这就有点意思了 于是我就继续配合着方中演戏 也继续暗中调查 想看看他们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最终我发现 这方中根本就是渣男 为我量身定做的 一个梦中情人 渣男出轨后 大概是起了离婚的心思 又想把我弄成过错房 好离婚的时候多分财产 这才费尽心息 安排了这么一出好戏 还想方设法骗我躲出去 估计是想借这个时候 转移财产 可我早有准备 出去还直接带走了 家里房产证 和所有的银行卡 这大概让渣男 最终恼羞成怒 也不想演戏了 直接提出离婚 那我也不必再装 直接把这个骗局挑破了 看着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挺开心的 他们也的确恶毒 想把我骗的背井离乡 转移所有财产 还想再敲我一笔 还好 我早就防着他这一手呢 悄悄用渣男的身份证 办过几个信用卡 既然他不易 我也不客气 那笔钱 最终也是羊毛 出在了羊身上 这边的大戏快落幕了 我也要好好收拾 收拾自己的婚姻了 想想渣男 给我设的这个局 安排了一个 和自己年轻时候 相仿的替身 好让我乖乖入套 他对我的心思 如此了如指掌 却一点不愿意 把心用在爱我身上 我当初对他的帮助 全都是源于爱 可他一直都在算计我 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我 我想起了之前 父母和朋友 给我的警告 果然呀 以扶贫为起点的爱情 总是没有善终的 从无以为报 到最后恩将仇报 即使止损也好 当我拟好了离婚协议书 准备和渣男 彻底拜拜的时候 渣男却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向我忏悔 说不离婚了 他当初已是 深受刘洪的怂恿 鬼迷心翘了 我冷笑道 一日夫妻百日恩 明明是你不忠在先 你还想让我近身出户 最后还骗我一笔 让我负债 天底下没你 这么恶毒的丈夫了 渣男发誓 说那五万块不是他要的 一日夫妻百日恩 他怎么可能做这么绝 说着说着 他大骂刘洪这个贱人 原来给方中早有一腿 那五万块钱 是他们自作主张 老子已经报警 说他们诈骗了 真不是东西 他又苦苦哀求说 他只有我了 求我不要离开他 他以后为我做牛做马 我忽然想哈哈大笑 找三者 哄背三只 真是报应不爽呀 现在觉得结发妻子 红脸婆的好处了 晚了 我轻轻把离婚写语书 放在他面前 说 好去好散 否则 我们就上法庭 你那些小视频 我那里有的是 你不怕丢人 我们就在法庭上 和大家一起观赏 渣男面如死灰 我没有再看他 起身离开 我走在雨后的街道上 看着蝴蝶翩翩 落在娇艳的花朵上 今后我要做一只红尘中的蝴蝶 痛苦的破茧之后 绽放人生的另外一种美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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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